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 突然看到外车道的货车闪黄灯 接着视线左边一整颗的轮胎 竟然从内车道弹滚过来 驾驶看到已经来不及闪躲 就这样轮胎直接撞上了车子 不止整个车头左侧被撞得凹凸不平 轮胎一路刷过了驾驶座的车门 白色车身上伤痕累累 实在被这颗天外飞来的轮胎 撞得莫名其妙太冤枉 民众帮朋友PO网指出 7号晚间11点多 朋友开着才刚买了半年多的新车 行经国道1号南下138.1公里 苗栗路段快到铜锣交道附近 突然遭遇到飞来轮胎 撞上车头人都吓坏了 追查造式车辆 并通知车主及驾驶道案说明 试查证后已规定处理 车辆基建设备 附着物不稳妥或脱落者 如有违反将一道路交通关系 处罢条例第31条 第一项之规定开发 主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发还 警方先带回了撞上中性驾驶车辆的轮胎 以免在国道上又酿出意外 国道上车辆高速行驶 最怕遇上国道暗器 无从预防路径更难预料 弹滚过来整颗轮胎连带钢圈重量撞击 还好车伤人没事 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比对可能的造势车辆 如果掉落物造成人员伤亡 还会依公共危险罪法办 民众不可轻忽 民事新闻吴喜冰 陈建华 邱俊超 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苗栗报道